各位早上,歡迎收看這集的即時攻略 我是林梓彤,邀請來Jason和我們聊聊 Jason你好 先看看大家,如果有任何股票上的問題 可以打來204-6566問問專家的意見 或者可以把問題電郵到ASKBestchannel.com 或者WhatsApp91571428給我們 Facebook上都是做直播 大家可以幫我們like和share影片 有問題可以在底下留下留言 會盡快解答大家 先和大家看看港股最新的走勢 港股,今天繼續一支線飆上去 升390點暫時 升幅超過1%31438點 國企指數升114點 12469點 大市成交325億多 先問問Jason的市場 現在貿易戰的不明朗因素似乎消除了一點 大家似乎這個賣易戰好像打不成 利好整個投資氣氛 現在其中一個不明朗因素 叫暫時消除之下 市有否機會進一步向上衝到3萬2 或者更高的水準呢 是的,今天當然大家都會把焦點放在 中美的賣易戰叫做停火 雙方都簽了聯合聲明 基本上對於之前大家最擔心的因素 就叫做化解座 所以你說這一段港股升上來 都是預期之內的 因為都看到其實在2月份開始 當時市跌 其中一個最大的隱憂 都是說貿易方面的糾紛 關稅方面會不會大幅度去啟動呢 令到市都油或之前3萬2、3萬3的位置 就下跌到最低29,100 所以你說在這個因素素除了之下 這一段港股升上來 我相信這個空間還是有的 特別你看到其實在兩個星期之前 當時都說 當恆子正式升穿了下降軌之後 整個向上的升浪都還有一陣子會走的 雖然上個星期由高位3萬1,600 都做了一個整固 就是由3萬1,600都回到大概3萬5800點左右 但是一天去都還沒叫做跌穿 一條50天線以下的話 其實這一段回升的趨勢 我覺得都還是會延續下去的 這一陣子的市再升 我相信上個星期初的高位 就是3萬1,600的阻力 如無意外都可以升得穿 這些位置突破了之後 在上看下一個位置 就先看回 3萬2這些齊頭關口 但是我覺得這一陣子都不止的 上到3萬2 如果看到成交 都能夠是繼續增加 或者看到資金流入方面的 情況都是有改善的話 我覺得市場仍然有條件 可以再試多一次 就是今年年初 就是3萬3千多的高位 好了 今天的焦點都是放在貿易戰最新的情況 剛才你也說到 在美國時間星期六 其實中美雙方都發表了一個聯合聲明 可以跟我們說一下聲明裡面的內容 以及會對什麼的反省會有利好嗎 好的 看回整個聲明內容上面 都分幾部分 一方面我們都看到 兩方面 在協議上都說明 未來不會正式開打貿易戰 最基本的幾件事 就是說中國方面 都願意增加 美國方面進口的產品和服務 買多些美國貨 其中有幾個類別都說得很清楚 包括農產品 還有能源方面都會加大 由美國方面的進口 另外在某些範疇上面 譬如說好像是醫藥 高科技的產品 都會說中美雙方會加強合作 即是說未來可能在中國方面 會繼續降低一些醫療產品 或者藥品的關稅 等多些美國方面的創新藥 可以進口過來中國 另外一方面 高科技產品的合作 都可能提及到 關於一些 中國製造2025年 那些相關的產品 未來都有機會 可以進一步擴大 對美國的出口 這一個環節 我覺得都挺值得驚喜 因為市場之前 大家都比較擔心 在談判上面 會不會美國那個 開價都開得比較大 中國本身也未必說 那麼容易妥協 特別說在高科技產品 那個類別上面 可能雙方的爭拗點都會比較多 但見到在今次的聲明內容上面 都提到說 雙方都願意在這個範疇 是繼續增加合作的 即是美國接下來 不會說 對於中國一些高科技的出口產品 會徵收一個很高的關稅 還有今次在聲明內容上面 亦都沒有再提到 就說對於之前說的 是貿易順差 2千億這個規模的削減 今次是提都沒有提的 本身在上星期五的時間 都有一些傳聞出來了 就說美國本身喊的價 都是要求中國在2020年之前 就要將2千億美金這個貿易順差方面 是有削減 但今次到最後的結論上面 就沒有提到 即是意味著在整個談判上面 似乎中國上面就有些優勢 我都相信在這個聲明內容上面 大家都會體會到 就說好像中國在國際的意見能力上面 就正在在上升 好 又看看 剛才都說到有不同的板塊 都受到一個支持 貿易戰 優戰 叫暫時 即是不打 今天看到萬洲都裂口升了上去 暫時都升了大約是百分之四 但受制於一百天線 現在暫時優戰 是否對萬洲的出口業務 叫做有些幫助 反而說萬洲 不是對於出口業務的幫助 就是說最大的受惠之處 本身就很靠美國進口一些豬肉產品過來 就是說豬肉其實中國很少出口去美國 反而反過來 因為美國那邊的養殖的規模比較大 以及養殖的成本比較低 一直以來就說美國方面的豬肉 都是比中國便宜的 所以之前由於有個差價的關係 就看到萬洲本身在美國那邊 有Smithfield這間全球最大的豬肉企業 國內方面也有業務 所以就利用在美國方面一些低成本的生豬 再製成的豬肉產品 就進口過來中國 利用這些比較便宜的豬肉 再去到生產一些下油的肉製品 比如說午餐肉、腸仔等等 但是之前一個物力戰的因素拖累 都令到大家擔心 會不會到時中國方面 都對於美國進口那些農產品 其中就包括豬肉製品 都會徵收一個很高的關稅 令到萬洲方面 接下來就再不能夠 依賴美國進口那些低成本的豬肉 來作為一個原材料 所以就令到它的股價之前那兩個月 都跌了下來是跌得很急的 但是為什麼現在貿易戰 停火是對萬洲有利呢 就自不原大家都會覺得 現在就不僅說中國 不會說對於這些農產品 會再加個關稅 甚至乎剛剛都提到的 在那個聲明內容 在最終那個協議上面 都說到中國願意 繼續增加美國農產品的進口 即是意味著來著萬洲 甚至乎可能在美國進口回來的那些豬肉 比以前來講是會更加多 規模更加大 甚至乎成本都會更加低 所以這一方面對於萬洲來講 會是一個極大的幫助 以及也都是見到 本身如果你說在美國方面進口 不單是說生豬那些豬肉 甚至可能一些肉製品 這對於萬洲要拓展到一些高端市場方面 都會有個幾大的幫助 因為本身Smithfield 在美國之所以做到這麼大 主要原因就是在那個加工的技術上面 都會比較高一些 做出來的那些肉製品的 無論種類或者蕩刺上面 其實都比起中國的商匯來講 是更加高層次的 所以如果你說未來的萬洲 能夠繼續由美國那邊 進口多一些高檔次的肉製品 變相在國內的市場 要打一些高端的檔次 打一些一線城市的客戶 相對的方便程度 或者相對的效益來講 都會高了的 除了萬洲之外 是不是燃氣股 都是差不多的情況 美國可以對中國輸入多些燃氣 或者降低成本方面 是的 在說能源範疇上的合作 其實最大的受惠性 就一定是在說 美國方面原油的生產商 因為現在在說美國在 鹽岩油的生產 或者整體原油加天然氣的出口方面 都相當大的 但是如果你說中國一直以來 盡口方面 天然氣也好 或者原油也好 其實來自美國的份額 不算特別多 原油很多都是由中東那邊 一些產油國 直接運過來中國 天然氣方面 絕大部分都是由中亞那邊 例如緬甸那邊 經過長書器管道 或者運過來中國 再不是的 就可能經過一些LNG的郵輪 將一些可能是澳洲方面的 液化天然氣 利用海上的通道 運過來中國 所以你說在過去一段時間 中國向美國賣的能源的比例 就不算特別高 如果你說在現在兩方面都有一個協議 就說中國在能源方面的採購 都會增加 由美國進口的比例 我都相信 接下來對於內地方面 為什麼天然氣的板法會受惠 最主要就是氣源方面 相對來說 會多元化了 以往的幾年 很多時候入到冬天 好像去年在11月打後 都見到國內經常出現一個氣荒 即是不夠天然氣供應的情況 原因就是 本身在中亞運過來的天然氣 整體成本是比較高的 而且量很多時候都是有限的 令到內地方面 經常說要煤改氣 經常說要增加天然氣的消費 但到最後由於氣源供應不足 都令到成本變相增加了 所以很多天然氣分銷商 在去年年底那一段 要買一些LNG 又好 或者利用氣源方面的採購都好 成本是增加了 令到他們的毛利 在那段時間受壓都比較重要 如果你說接下來能夠 可以由美國方面 增加天然氣的進口 即是說天然氣 採購的渠道 供應面上是多了 那如無意外 就令到燃氣一來 供應可以穩定 不會那麼容易 入到冬天就沒有氣 另外一方面 在城管相對來說 都可以叫做壓低 所以見到今天的燃氣分銷商 或者相關的股份 都是有個相當強的表現 比如就好像見到 中國燃氣384 來講 今天的股價都升了 接近4.5% 但是當然你說 接下來的協議 什麼時候正式生效呢 或者接下來中國 實際上 由美國進口的天然氣量 是不是會在短期之內 有個大幅度的增加呢 這個都值得探討的 但是如果你說純粹炒的概念來計 天然氣股都屬於一個 叫做貿易戰停火 又或者是兩國加大的進口 原油進口 或者原油合作方面 一個是幾大的受惠者來的 嗯 好 剛才也說到 其實大陸政府一直都 一直推動煤改氣 今天的燃氣股升得厲害 但相反 煤股反而是逆市要跌 剛才也說到 可能燃氣的供應比較穩定 可能大家對依賴煤那邊的需求 可能會少一點 另外 今天的煤股還有一個消息 就是大陸有些政策 不讓人炒煤價 煤價又有機會短期內受壓 煤股的前景又是怎樣呢 會不會兩個因素夾擊之下 都沒有什麼運行 不會有什麼起色呢 煤股在這個 戰停火上面 剛剛也說 中國會加大 美國進口的能源之下 內地煤炭企業 都小不免是會有些影響的 因為以往來說 當然煤炭用得最多的 就是在發電上面 另外說一些 在燃焦煤上面 亦都用在煉鋼上面 亦都用在煉鋼上面 如果你說 在接下來的時間 中國真的增加美國的能源進口 這類的能源 剛剛也提過 主要都是一些原油 天然氣為主 那自然 對於國內整個能源結構來說 都有機會會做一個很大的轉變 譬如說現在可能主要都是由煤煤來做發電 那接下來會不會天然氣發電的量會提升呢 或者天然氣發電的佔比 都會比現在來說再增加呢 導致煤炭在未來的消費 或者需求量方面 都可能會有影響 這個就是在說 冒液戰停火 對於煤炭來說是比較不利的因素 其次就是 都有一些政策 剛剛子彤你都說到 就關於法國委那邊 都簡直是講到明的 就說現階段煤炭價格不斷的上升 其實就是沒有一個 叫做基本面上的配合 是沒有一個市場基礎 只是可能在一個短期上面 關於一個炒作上面 就令到煤價這一陣子就升得比較多 但是他都提到的 法國委那邊都很強調 就說其實現時那個 煤炭價格非理性的上漲 這個炒作因素值得高度關注 還有都需要警惕 就是動力煤的期貨價格 就是盲目拉高所帶來的市場風險 那既然法國委都說得這些說話 那就是意味著 我相信都會有一些行動會做的 那也都如果看回過去的兩年 當煤炭價格短期裡面 升得太多的時間 都是會觸發到就是法國委那邊 有一些調控 就可能是要求煤企 增加生產 增加供應 就壓低煤價 那所以這一方面 都可能對於煤炭股短期裡面 會有一個政策風險 那特別好像1088 之前都叫做 由低位升了那麼多上來 那在現階段這些位置 我覺得是要小心一點的 或者你說再追的話 那這個板塊就未必是一個手損來的了 嗯好 現在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Facebook和YouTube上的問題 稍後會很快地解答大家 先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鍾小姐 鍾小姐 鍾小姐早晨 你是我 是啊 早晨 那兩天之前 我想問1299 我想現在放了他 還是等23號那些利息才走呢 你說 麻煩你喔 你幾錢買的 啊 76.7好像 86.7啊 啊 不記得 不記得 76.7 哦 好好好 那我們 看看有幫先 今天 叫做 升幅都比市大 升了 約2.5% 上來 73.8 明天就會 即是星期三 就隨正了 現在那個部署查 你應該怎樣做呢 嗯 那他剛剛說 80幾元買 我踢我 其實沒有 80幾元買 應該沒什麼可能 你幾錢買啊 你是 71個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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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樣合理一點 嗯 那你71個幾 買就現在有些錢 是賺了 嗯 那有幫我其實 都可以做一個 長線持有的 即是不用說 那麼急就放 因為本身都見到 他之前 出的那個業績 都 都繼續是見到 一個好的表現 即是當中 是那個 中國業務 新業務價值的 增幅 仍然都是相當之強的 還有 看回很多些大行 出的報告 都是將目標價 就繼續有個 上條 所以你說他在現階段 雖然價格 都屬於近期一個高位 嗯 但是他有個 基本因素配合之下 我相信 整個升浪 都還可以延續多一陣 那如果你71個幾買 那暫時可以 先保持 那我覺得這一陣 那個上升 是有條件 可以再突破 就是之前75元這些高位的 嗯 好 我帶了鍾小姐的電話 另外林先生 有電話旁邊 林先生早晨 早晨 林先生 早晨 960那裏 那裏 那裏沒有過 哪裏可以罵的 龍湖地產 內房估賣 是否買得過 怕不怕調控政策呢 是 那內房 一般 就是 調控當然 都需要繼續警惕 因為 在那一段時間 都有很多不少的 一二線城市 甚至乎一些三線城市 都開始增加很多一些 例如限貸令 限售令等等 這一類的政策 那 所以你看到很多內房股 過去一段時間 股價都比較低 但是他們又不見得到大跌 因為最主要就是 看到他們之前公佈那些 就是房地產合約的銷售 過去幾個月都一樣 是有個不錯的增長 但是龍湖來說 就相對一般的 你看到之前公佈 在那四個月 合同銷售的金額 就按年 反而要跌的 比起很多龍頭的內房股 來講 普遍的增長都有一成幾 兩成幾 那龍湖相對來說 賣樓的表現 今年以來就比較弱 所以你問我這隻股份 買不買得過呢 我就 有些保留 當然它的走勢上面 近期又不可以說很差 一直都是在二十二個領 上面二十五個多 就拉鞋 都是一個叫橫行的格局 所以你問我 它的走勢弱 就不是很弱的 只不過它未必有個很大的條件 可以有個突破 所以我都相信它短線裡面 走勢都仍然是繼續走一個橫行通道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要買的 都可以等那個股價 如果你說下多少少 去到二十二個領域的位置 才考慮 可能一點點 好 林先生還有沒有其他心碎股份想問 Hello 林先生 可能 是不是問了 他已經收了數 應該收了數 都是林先生的電話 又開始答一答 YouTube上面的問題 有一位朋友 就是想問一隻1630 建成紅股 下邊有少說這隻 3.1買的 現在都賺1.3上來 今天創勢一個月的新高 但剛才我找回資料的時候 這隻股份其實在4月中的時候 發過一個刑警 但如果看它的股價 似乎好像沒有什麼受到影響 現在還有錢賺的 雖然這隻比較少說 但如果基本因素這樣之下 發了刑警之下 現在應該是否只賺走了呢 這些股價真的只是炒 因為其實看到它在去年年中 才是上市的 當時的上市價 其實都是幾毫子 四五毫子 大概 應該都是四毫多 你說現在股價升到四個多 比起一年前的招股價 升了十倍 一個相當誇張的升幅 但你問我 去的業績是否很厲害 絕對不是 你講的 去年中期業績 順利都要跌一成八 賺了二千幾萬半年 去刑警方面 好像剛剛自己跟你說的 去年去全年 那個順利都會大幅下跌 他都講得明 很多不利因素 好像收益又跌 財務成本又增加等等 所以在業績上 絕對反映不了 為什麼股價是這麼厲害 唯一可以解釋 這一類在香港做建築的股販 業務不是很獨特的 會不會接下來有機會 有一個賣盤呢 之前那幾年很流行的 很多建築股上市之後 可能到了兩年之後 完了禁售期 就即時到賣盤 到時候 如果你說市場 對於這些的殼價 都還是保持得高的 大家都肯繼續買的話 當然他們的市值 都可以有一個提升 但是如果你說純粹炒這個概念 我覺得會有些薄 所以除非你買這隻股份 是想著他買盤 買到一個很漂亮的價 繼續炒這個因素 否則的話 我就不太建議去到 或者去拿這隻 如果是這樣 現在應該走了 今天都創了一個月 新高應該差不多了吧 看他的取態 好像剛剛說 想薄的 我不知道到最後 他是不是買得成 或者價格是不是很漂亮 但是如果你說 到最後沒有這些相關消息 只看他現在的業績方面 等等的表現 我覺得又不是這麼值 好 稍後再回答Keef的問題 現在先聽到邱小姐的電話 邱小姐早安 主持早安 早安 早安 我想請問碧桂園 2007 她今天除靜 我想請問有些股票的話 怎樣部署呢 請兩位 你已經有貨 未有貨 好 多少錢買的 未有貨 未有貨 好 碧桂園未有貨 今天除靜 但也有得升 價格升近百分之一 16.56 剛才大約說了 龍湖 內房股那些表現 碧桂園比較大一點 值不值得買呢 剛剛都說過龍湖 其實頭四個月的賣樓表現 要跌的 但是碧桂園就反而相反 去頭四個月的合同銷售額 往年都升到兩成六這麼多 如果你講去賣樓的表現 去年就相當之了不起 全國最厲害的賣樓 賣的是她 今年你說頭四個月 累計銷售的表現 也都對版 升兩成六 在今年的市況來講 算是不差的 所以我都覺得 如果你說真的要減內房股 碧桂園當然都仍然是首選來的 但是剛剛提到最大的問題 始終的政策風險 或者現在內地利率 不斷上升這個風險 所以如果要買 都儘量的注碼 不要說買太多 你說駁它 可能收息的 當然這是一個因素 但是我覺得內房股 只講去收息 碧桂園又不算派得特別多 所以如果你純粹講收息概念 可能選的未必是這一隻 但是你說講增長概念 講去賣樓的情況的表現 碧桂園我自己都會考慮買 但是買的價格可以 都等它再低一點點 看看有沒有機會去回 可能16.1 16.2這些位置才買 好 似乎很多家庭觀眾 都對內房股有興趣 看到在YouTube上面 應該Karen 就是想問1030 新城發展 現價可不可以入 還有指示櫃應該怎樣擺 他就說內房 是不是好像有些跡象 要快要起動 要炒起這個板塊 內房就真的都 你說去年有很多隻 都升得很厲害 今年你說 是不是再好像去年 那樣 有個這麼瘋狂的炒作 或者股價都真的可以 下下這樣配升呢 我是有些保留 當然你說短線裏面 由於他們之前的股價 都比較落後一些 如果你說接下來 在那個政策上面 沒有說真的有個很嚴格的出台 很嚴厲的調控 那它的股價可能彈一彈 都不是說不行的 還有你說新城發展 本身也都有一些概念 就是會不會它都可以 受惠回大灣區那邊的發展呢 所以股價都見到 在對上那兩個星期 都逆市是升了一層 是上了你 但是去到現在 大概6.8多的位置 開始會有些阻力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買 都是等它再回多一點 才去考慮 我會建議可能下去 大概6.6左右 那這些位置買 可能直播率會比較大些 嗯 好了 很快又回答KEEP的問題 就問371 那些洪水沒有 今天這個板塊 其實環保股都有些消息 就是大陸開了會 習近平說 要堅決打這個藍天保衛戰 或者做好一些環保相關的一些政策 去保障整個國家的環保政策 看到北控水母 今天已經升了差不多7%上去 高位4.84% 現在KEEP說沒有貨 還買不買得呢 這支北控水母 北控水母的價格 在過去那半年 基本上都是嚇死人的 就是由高位6.7多 不驚不覺 跌到之前最低 只有4元 接近是穿的 就是去到4.03這些低位 這一段就叫做 升了一些上來 當然 你說現在內地 就再強調 會打個環保 接下來的環境保衛戰 可能會再增加一些關於 污水處理的投入 或者要求一些 就是製造業方面的公司 接下來要再增加 那個排污方面的力度 所以你說水母股 今天都很多隻 是升了一些上來 那北控也是 由於過去那幾個月 股價跌下來 都跌得這麼急 那我自己都覺得 去短期裏面 有機會可以再追回一些落後 特別如果你說 當這一陣市的題材 又開始向這些環保的行業 去炒作 那三七一都值得期待 所以短期我覺得 它的股價 都還可以望高一點點 看看接下來有沒有機會 上去大概三月份的位置 即是當時三月初、三月中 最高都去過接近五個四 這些價位 所以如果你說這隻股份 你現在買貨 你或者持貨 可以暫時先保持 看看價格有沒有機會 可以突破五元 即是現在可以買的了 現在都可以買的 好的 謝謝KEEP的問題 很快回答了 有位朋友E-mail來的 就是問內房股688的 中海外 29元買回不回家鄉 回不回家鄉 還是把錢套出來 買醫藥股好一點呢 兩個板塊 近期的表現 可以說完全是相反 中內房股比較黏 當然它又不是跌很多 但是沒有什麼說怎麼跟進市場 相反的 醫藥股很多隻 就算之前的市場跌 可能是三月份那段 或者四月初那段 市場做得不是太好 但是藥品股 醫藥股 很多隻都在那段時間 繼續有破頂 近期就算你們高位也好 都看到強制是繼續的 所以如果你問我的話 現階段 當然你打算追落後 買回內房 我都不反對 但是如果你說 講現時市場上面的焦點 或者似乎現在的基金去到 即是吸納那些對象 都是說醫藥股 反而是會比較好處一點的 所以如果你說短線 薄那個上升的動力 哪個強一點呢 我自己都會選一些醫藥股 好 多謝各位家庭觀眾的問題 也謝謝Jason詳細分析 Jason有沒有自由上述 提供股份 沒有自由 謝謝Jason 待會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待會再見